銀行向業主扣Loan較常涉及違反按揭條款有關 如私下將原本申報為自用物業作出租會引發問題 業主在申請按揭時 需要聲明物業用途 現時經按揭保險申請高達九成按揭 按保物業必須屬於自用性質 自用物業的非按保按揭乘數則高達七成 而出租物業的按揭乘數僅限於五成 若果借款人申報物業作自用 但卻私下將物業出租 除了違反按揭條款 甚或有機會構成虛假聲明斜線詐騙 亦外於現行按揭乘數規限 須將按揭乘數下調至五成 過程中若未能達至解決方案 最終業主亦有機會被扣Loan中止貸款 可能有業主認為 只要不被銀行發現出租物業 便無需擔心銀行有所行動 事實上 尤其對於按保批核個案 安保公司會在按揭期內發行抽查 包括不時寄信件往按揭單位 要求業主在指定期內回覆確定物業為自用 甚或要求提供水電煤單證明業主使用有關單位 若被發現單位並非自住而是出租 有輕的處理方法是中止按保 並要求業主轉為出租物業成造的五成按揭 當中需保回樓價差額 若評估情況後屬不理想個案誘惑業主不合作 銀行嚴厲處理方法是提出Colone 業主亦有機會基於虛報資料而遭到檢控 除相述提及外 亦有甚為個別情況有機會引發銀行Colone 例如是涉及懷疑洗黑錢或已進入司法調查 程序等案件而令銀行需要終止貸款 業主對Colone文資適辨 但實際上銀行提供貸款違著賺取利息 Colone對銀行沒有多大好處 銀行若非在沒有更好選擇下不會執行Colone 若業主準時還款並無違反按揭契約 銀行不會無故Colone 而萬一出現問題 一般銀行會先與借款人商討解決方案 很少會未嘗試尋找可行方案便直接Colone